人口老化、饮食西化、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和低纤维饮食都是离癌的推手 根据癌症登记报告资料显示 民国100年,台湾的大肠直肠癌患者超过14000人,高居10大癌症第一名 许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 等到出现便血、排便习惯改变、贫血、负痛、体重减轻时 部分患者甚至已经是第三、第四期 包含排便习惯的改变 不管是大便里面有血或者是出现粘液 或者是它的粗细突然变得很细 那这个都是要去注意的 那其他像腹泻啊或者是便秘 这个也都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另外你如果出现无法解释的体重减轻 或者是贫血的症状 或者是腹痛或者是摸到肿块 这个都可能是有罹患大肠癌的可能 那当发现这些症状之后 我们最好是可以去就医 做一个大肠镜的检查 看确保是不是有罹患大肠癌 那如果真的没有那么幸运 得到大肠子肠癌 在早期的病人的话 可以完整的手术切除 是一个最好的策略 那我们依据手术完的结果 来决定你是否需要接受一些后续的化学治疗 那有些病人 他可能是第四期的病人 他就没有那么幸运 他可能会需要一些其他的辅助性的治疗 包含像化学治疗 标靶药物的治疗 那目前的话研究也显示 你可以接受越多的标靶药物治疗 其实你的存活率还是可以 比以往比较起来的话 可以增加 可能最多可以增加到一年半以上的时间 那所以说 只要有发现大肠直肠癌的话 还是建议民众要进入就医 尽早治疗 不要相信一些偏方 大肠直肠癌的临床症状和肿瘤的位置 大小形态有关 饮食习惯改变 烧烤油炸 或食用过多的红肉 高脂低纤维饮食 许多研究都显示 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 会增加罹患大肠直肠癌的风险 十方新闻记者 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ront道料 带出身金 有点